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因为这样金门水电交通 那么这个很多事情就解决了 包括他说垃圾可以解决 而且金门人就直接可以出国了 那这样子被民进党很多人骂为他是吴三桂 那而且想当吴三桂是想疯了 这样讲到底有没有道理 对台湾影响有多么很重大 有人说他不是傻 不是蠢 他就是坏 那讲到柯文哲 这个大巨蛋说一年只要办十场的体育赛事 他们东西这个要当成职棒的场地 差距非常的遥远 是这样是怎样 黄珊珊她在选这个市长 可是她这个被质疑完全用副市长市政府的这个这个资源 行政非常的不中立 而且以告读为那么可以说民众党的议员候选人都跟在旁边 另外呢 是这个林志坚 那他这个民进党争招他选桃园市长 那现在郭敏洞林众洞都针对他曾经讲过 说他新竹市要做好做满 而且不选桃园这个事情那么猛打 那这样子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 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另外是恩恩的爸爸 他现在有个消防员 他提供资料以后被自首 有人认为是被自首 那他自己是跑去自首 那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他这个公布以后 才发现卫生所卫生局一定都卡不通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 有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学教授范思平华老师 洪怡哥好大家好 好 支持的媒体人钟年华 洪怡好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舒培 洪怡哥好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文庄会的副主委黄子泽 洪怡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林田辉 大家好 那么等一下民进党的立委郑运鹏 以及时事评论员黄毅中也都会加入 那么首先这是柯文哲 他忽然之间所提出来的这个主张 他說廈门新机场跟金门近在咫尺 未来以成为大陆东南亚交通枢纽为目标 他主张兴建金夏大桥 连结机场跟金门坐一条桥 金门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 他说金门是两岸纷争缓冲的示范点 从厦门机场盖一条金夏大桥直通金门 水啦 点啦 本搜啦 问题都可以解决 而金门也可以盖一个超大型的医院 让厦门人直接来就医 金门人出国也可以直接从厦门机场出去 不用大老远的绕到台湾去 来 我们来看 谢谢 身兼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为了年底选战 全台大众走十八号踏入离岛金门 直接抛出串联对面厦门 柯文哲口中这一座串联两岸的桥 直接问问金门在地人愿不愿意让柯文哲试试看 是会有风险 那看他怎么去做协调 是要有配套 不是只是一个一座桥 那当然是会担心 但是也是期待 直觉国安问题怎么办 毕竟中国这几年要从北京直通台湾的想法 可是没断过 早在几十年前我国就提出了这个计划 希望能够修建一条直通 把台湾和大陆紧密的联系到一起 中国多年来陆续喊出动车高铁海底隧道接壤两岸 没想到柯文哲自己搭上直通台湾议题的这班车 主动想盖金下大桥 蓝绿立委纷纷跳出来踩煞车 静下大桥就有可能变成隐囊入室的道路 陕上停之后大一顿铁定 不要问金门的乡亲的看法 两岸一家亲再到金下大桥 连台北市议员林颖梦都又现代吴三桂通批柯文哲 有人来在讲说这个吴三桂 我说我说拜托我怎么说我没有志气 你怎么不说他那是反共大陆的路线 柯文哲全台府选为了正式筹备2024能量 但两岸问题从一家亲到一桥牵 就算柯文哲解释只是逝世 从蓝绿到在地都打上问号 好那么柯文哲为了助选 那么他在金门也见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陈玉珍 这非常特别 有人这个在解读说 莫非他想跟陈玉珍合作 来我们再来看不起 看到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亲自迎接 让柯文哲很讶异 因为这是民众党全台大众走活动 身为党主席的柯文哲亲自踩点 陈玉珍也专程到场 柯文哲当场发下豪雨 朝执政目标前进 不过民众党金门服务处成立 接牌时却发生小插曲 请接牌 红布条一度卡住 最后靠柯文哲用力扯才拉下来 民众党18号插旗金门 柯文哲更会晤金门县长杨振武 拓展版图的同时 对于国际两岸情势也进行点评 柯文哲发言创造声量 民众党积极备战选举 被解读不止抢攻2022 更瞄准2024总统大选 总统之后软身的意思 前面的人做 正正做好每一天 柯文哲在做这种两面手法 做的是很纯熟的 就是说他一部分跟国民党在谈 一部分也在打国民党 国民党还以为他的敌人是民进党 道歉他的敌人现在是民众党 柯文哲壮大民众党的动作频频 虽然跟蓝营维持相对友善关系 但也持续瓜分泛蓝选票 我先来请教一下田辉兄 如果说盖金门跟厦门的大桥 会产生什么后果 所以我们先想一件事情 这个金下大桥是谁最立足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二零一九年二月的时候 习近平在福建视察的时候 就提到了这个要 金门的跟厦门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新四通 新四通是什么 通气 通电 通水 还有通桥 最重要其实是通桥 现在中国大陆本来就有在规划说 由这个祥安机场 因为他们本来就要建一个祥安机场 由一个海底隧道到祥安机场去之后 再拉到大邓岛 然后再到金门岛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通桥计划 本来就是习近平以及中国大陆 在进行两岸统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工程 那我就搞不清楚一个状况 就是说今天柯文哲是以民众党党主席到金门去没有错吧 他是以这个民众党在金门党部的一个开幕式的这样一个概念 来提到这个金门金下大桥 那这些的说法是不是在迎合习近平的一个说法 这个是大家就有存疑的 那到底通桥这件事情来讲 对金门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在二零一九年习近平提出来之后 我们陆委会马上就有做一个研究计划 而且是委托金门大学做的 不是随便哪一个单位随便做的 这就是研究计划的一个成果报告 那成果报告当中第一点提出来 他警告 他说如果再通桥下去的话 第一个对于这个金门人的所有的GDP来讲的话 没有太大帮助 为什么 因为都被财团转走 你就算人再多过来的话 都是到那种财团所兴建的一个地点 比如说泰湖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免税店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所谓购物广场 那你知道泰湖当时这个旁边的免税店购物广场建起来之后 没有错 看起来好像对当地经济上很有帮助 但是都是被财团转走 不是让当地人受贿 只有少部分可以受贿 所以他们当时金门大学做一个经济模型 做出来的结果是说 如果再开放这个金下大桥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大部分还是被传财转走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克里米亚化 就是说他不见得是一个政治上的克里米亚化 但是你不断的长期以来 你看到现在俄罗斯为什么可以轻松取得 2014年取得克里米亚 因为他长期以来跟这边互通有无的 这边大部分住的就是俄罗斯人 那现在就是说 如果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一个依赖情况出现的话 当然在政治上 他的还是向往民主 但是在文化上 在经济上来讲的话 有可能就倒到那边去了 而且依赖对方 依赖对方的话 你这边要收手的话 你怎么收手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这个评估报告当中 其实是采取一个比较 一个所谓的谨慎的一个态度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陆委会委托金门大学做的 对那另外来讲 还有一个事情 环境影响评估 你到底这个岛能够还在承受多少的 相关的这些观光业者到上面去了 这个报告是在2019年 当时还在小三通的时候 就做出这个报告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这个通巧来讲的话 对金门的实质的注意 到底有没有 可能有一些些 但是不是最大的 再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今天配合习近平这种说法 你到底在这个时间点上 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知道说本来今年三月的时候 柯文哲打算到美国去访问 那你结果现在你看五月底的时候 这个朱立伦不是六月的时候 到这个美国访问吗 被骂了臭头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亲美了 中共马上北京马上 这个国财办就在骂 骂朱立伦 那你今天柯文哲也打算在暑假的时候 到美国去访问 你是不是在做消毒 你是不是先告诉这个对岸说 我挺你们习近平的政策 我现在这样讲 你不要再跟我说 我到美国去讲一些什么话的时候 是亲美的 我觉得他在做两边的 这样的相互平衡的概念 再来我要提这一点 陈玉珍为什么到现场去 为什么 民进党如果成立这个新的党部的话 陈玉珍会到现场吗 他不会嘛 为什么是民众党成立的时候 陈玉珍要去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他是代表说民众党 是一个亲中的一个政党 不是吗 所以有票嘛 有选票嘛 他才会去嘛 那你今天国民党的角色 在金门的角色是怎么办 而且现在杨县长跟这个陈玉珍 也本来想 应该也是想选县长的 那之间的这种陈家跟杨家之间的 这种利益 地方派系的这种问题 会不会就被分化掉了 所以我是认为 国民党自己可能要比较小心一点 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民众党如果在那边插旗成功的话 那未来他的政策主张 比如说他就比较靠近亲中的这种政策来讲 会不会把整个金门带着走 因为整个金门带着走之后 台湾老百姓不是说 我们眼睁睁看着金门人 这样子就跟对岸 不是说经商贸易 就是很好 没有错 重点是我刚刚提到 克里米亚话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不能眼睁睁地看这个国土这样子流失 不见吧 那你如果要就这个国土来讲的话 会不会整个台湾请权力 或是请其他力量 我们这样是缓攻大陆 那问题是不是 问题是谁要缓攻大陆 现在是谁在想这件事情 两岸不是好好的 现在是他准备要入侵我们 想要併吐我们 今天不是我们要反攻不反攻的问题 所以他对我们是有敌意 想要掠夺我们的领土的问题 今天他如果用了一个金门 当作一个筹码 然后进一步再侵死台湾 那怎么办 这个是我觉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金夏大桥这个议题 柯文哲恭喜你 你帮习近平完成了最后一里路 什么最后一里路 其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从北京可以一路用陆路的方式 一路通到台湾 那如果金夏大桥盖好了 他至少通到金门 那距离台湾也就不远 再来就是说 刚刚廷辉讲的那个 其实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 就是如果假设金夏大桥通了 有一个地方他的食物 蔬菜水果 他的天然气 他的民生的用水 都是靠厦门给的 你觉得十年之后金门 会距离厦门比较近 还是距离台湾比较近 我讲的不是地理上的距离 我讲的是心理上的距离 你觉得会距离哪里比较近 显然答案很清楚 是距离厦门比较近 所以这个桥 为什么二零一九年最早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这边几乎连 我连金门的当地的民众 反应其实并不热烈 好 柯文哲今天为什么到金门 突然讲这个话 我认为他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他要转移网军案的焦点 这是柯文哲最善用的鲨鱼战术 因为网军案的证据越来越多 柯文哲显然无法应对 所以呢 我就今天再丢一个金夏大桥 我要转移网军案焦点 但是柯文哲没想到 你的网军时代很假的 因为这件事情正好印证了 柯文哲你真的有网军 因为在六月十八号当天 PTT上面有一篇热推的文 被推爆的文 就是说柯文哲提案要提议 要建金夏大桥 结果你知道吗 那篇文章后来不见了 整篇被删掉 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风向不对了 那篇文章原本是要吹捧柯文哲的 所以你看这个阿伯多有真知灼见 就会发现风向不对 整个网路的风向不对 那篇文章整个被删掉 所以柯文哲你有没有网军 如果说你讲的那个叫网路义勇军 为什么那么听话 叫你删文你就删文 那感觉是部队在下达指令说进攻 好民津收兵 完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他很明显在抢国民党的票 特别是在抢金门的国民党的选票 所以陈玉珍为什么要去 柯文哲在那边 他昨天六月十八讲两句话 让我很惊吓了 一个惊吓是惊吓大乔 另外一个惊吓说 民众哪变成全国第一大党 我真的吓一跳 我真的吓一跳 就是说人有志气是好的 但是呢 你不能自我感觉好到 良好到说完全昧于事实 你不要讲说民众党 现在跟民进党的差别 跟国民党的差别 差距都还很长 你不要只看说什么民调支持度 偶尔民众党可能会接近 国民党或超越 那是民调支持度 一个政党实力看了什么 看的是这个政党的组织 他的地方的基层 现在以国民党的地方组织来讲 都还是全国第一 民进党在地方的选举上 都还没有赢国民党 那你民众党说你要超越 他变成全国第一大党 柯文哲 以前睡觉有名 认真做事情 把你的网军案处理好 金下大桥这件事情 他对于金门整个实质上 我认为帮助不大 他唯一的帮助是政治上的意义 军事上的意义 有人讲说这个 的确是方便解放军 从陆路进到金门来 可是我觉得政治上意义最大是说 如果你真的盖起来 到时候我告诉大家 中国共产党怎么宣传 两岸终于靠一条桥连接起来了 我们血浓于水 我们骨肉一家亲 融合了 融合了嘛 就靠一条桥连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桥 其实他的中国原本提议 就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那台湾如果有人去附和他 你不能怪别人谴责你说 你跟共产党同一个鼻孔出去 事实上就是如此 那我给大家看 这个是中国福建省 在去年的十二月已经发布 关于支持厦门建设高质量发展 引领示范区的意见 内容涉及促进厦门与金门率先融合发展 其中之一就是夏金通桥 也就是金夏大桥 那么这个我们是取材 至厦门为传训 福建港澳台办的图 那这个图请大家看 这个是夏金大桥初步方案 路线示意图 这就是金门 白白这个是金门 这个是小金门 这里就是厦门 那这个就是大登岛 所以他们本来的这个桥 是从这里为起点 计划以厦门本岛为起点 盖桥经过厦门祥安的新机场 之后在这个联通 金门岛这样子 那他们也有一桌说 这个是这样的盖桥法 那我想请教一下 范老师你怎么看 我在金门大学教书教了三年 所以我对当地还有很多朋友在那边 其实这个金门大桥 它是一个政治桥 他也不是 他就是完全是为政治而设计的 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的二零八年 他就非常的积极 希望能够经这个惊吓大桥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 五月一号 他正式东宫 可是为什么当时只有金门到厦门呢 因为美方反对 美国总反对 美国认为说如果真的从金门 然后经过小金门再到厦门的话 因为小金门在金门的东西边 再来就是厦门 小金门是一个中继站 透过这个方式的话 那刚刚讲过 我们台澎金马 就实质的跟中国连接在一起 所以美方是不支持的 后来怎么办呢 折中就先把大金门跟小金门先做 未来有朝一日 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再从小金门延伸到厦门 他们的规划是如此 那我们知道当时 这个二零一二年之前 为了这个金门金下大桥 因为还在规划 金门的那个房地产吵得不得了 因为大家都规划说 哪边是桥头 赶快去买土地 桥头一见的话 未来那个中国官方可以来 就可以买东西 所以整个金门的房地产 哇可以说就飙涨 结果谁赢了 那些地主或者是大财团 一般的民众买房子 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觉得这个金下大桥 那个现在柯文哲又在谈 就是冷饭热炒 因为他知道 当然在金门有些人 有些有土地的人 冬住房地产账 他买了土地 现在房地产跌 他们想要重新再增值 就再吵这个议题 但是我不需要讲 今天这个柯文哲去金门 真的是蛮热闹的 因为金门本来就是蓝大一律 那陈玉珍出场 陈玉珍你认为他今天 有没有可能背着民众党的 这个党籍 参选金门县长 是有可能的 不要忘记 跟杨正无拼 陈玉珍现在在全金门的民调 人气最高 王子哲一直笑你 我跟你講 金门 金门的这个 但是蓝居多 但最重要是什么 姓氏 你是姓什么的 你是姓李的 姓陈的 姓杨的 那陈姓在金门算大姓 所以陈玉珍今天如果站出来 我批的民众 今天那个金门 就是万人空巷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担心的是什么 柯文哲现在是在插旗金门 他是在挖你们国民党的根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陈玉珍为什么那么积极 柯文哲讲说要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 过去谁讲的 国民党讲的 现在柯文哲讲 比国民党还要这个坚强的反攻 所以我觉得柯文 这个陈玉珍加入民众党 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那你现在 王子哲坐不住了 我还非去金门 把陈玉珍抓住 把他抱住 把他抱住 不过我看现在真的是水到其成 所以我觉得今年年底真的杨振 千万不要以为女文当选 我觉得陈玉珍也在 正在进行他的规划当中 哲雄 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反昱尊想要加入民众党 大爆料 范老师在金门交过三年书 我做过两个金门立委的办公室主任 包含现在的杨振兰 县长 我认为这个机会或机率 可能性非常之低低到 结果快不可能 我觉得坦白讲 现在国民党也已经提名杨振兰 陈玉珍要继续连任了 没有这个问题 陈玉珍甚至跑去高雄 他有点想选高雄市长等等 所以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外界也没有想到说 陈玉珍还会在金门选县长 倒是当然老师讲一点是对的 金门的宗族 势力比较这个大 比如说理性 陈姓等等 这是大姓 所以过去这县长都是由这些大姓的 这个来担任县长 那可是政府因为他是已经要连任了 所以我觉得他继续参选 那国民党不会再派出人家来调整 这是确定的 那至于金夏大桥 我要讲一下 金夏大桥当然这个大家可以去评论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我看绿营的朋友 尤其是民进党 要去评论这个事情 恐怕要先把过去民进党对金夏大桥的立场跟态度 要先review一下 复习一次 比如说我讲 当时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们的大人哥 陈建仁副总统到金门去 也是败票 当时他怎么说 他说 他说大人哥抵达金门 开三个支票 金夏大桥列选项 2016年民进党就把金夏大桥 认为这是可以考虑 当然他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盖 当时列为选项 当年的七月份 民进党开全国党代表大会 当时的金门县的这个议员陈昌江 就我刚刚讲了 他也是当年度要选立委 他在全国党代表还提案 他说什么 加速金门大桥 早日完工通车 同时在一年内评估 新建金夏大桥 那有没有通过 有没有通过 应该很多 蛮多立委连署的 提案多了 是 你不要讲那个 不是 那你说陈建仁副总统去现场 例如说很多人提一件 那当然就是列入考虑 我觉得这个子责兄 他是过度解读 那可以看出国民党确实恐慌 为什么 因为我坦白说 你不要小看柯文哲这一招 柯文哲这一招对国民党是重伤 为什么 你知道现在民众党跟国民党在金门 就是要抢那个这个亲中媚共袍 为什么再加上朱立伦 在美国又讲说 我们现在要走这个亲美的路线 亲美反共路线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民众党当然在在金门 就大肆的拉票 可是我跟大家讲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说 金门人就一定同意金夏大桥 我可以告诉大家 金门人其实对金夏大桥 普遍来讲 其实是存有疑虑 为什么 这不是只有国安问题而已 还有治安问题 大家回想一下一九九七年当时香港刚回归中国的时候 当时香港一大堆这个所谓的大圈载涌入香港 造成治安 造成各方面的这个混乱 未来这个金门会不会变成这样的状况 金门人也会担心 那另外我在跟大家讲 还好这个金夏大桥 没有说早在什么一年前两年前就就就 就开始通通通行你知道吗 假设真的已经盖了 你知道COVID-19的原型 包括COVID-19的Alpha Delta 现在在金门是完全 几乎全 金门守得很好 如果当时金夏大桥 早两年如果完成的话 那还得了 更不要讲 金门你知道最好吃的是牛 大家都知道 还有猪肉也很好吃 非洲猪瘟 当时还有人在想说中国那边 刻意把非洲猪瘟的尸体 放到这个金门海边来 你要知道 这个如果职业跟这个中国直接的交流 我都先不谈国安问题 你们都说什么意思 现在我都先不谈这个东西 光是民生经济的部分 光治安的问题 你觉得金门要不要考量 另外郑大哥我要提醒大家 现在金门人很多人 这个中国吃得厚厚你知道吗 金门你知道沿海有很多什么黄鱼 一些捕鱼 大家本来划定好的那个水域 中国的渔民三不五十就过来 在请问答案 我觉得你今天身为 假设你真的为了要选总统 柯文哲你过去帮金门的渔民讲讲话吧 你连基本的这个渔权 你都守不住 其实连基本的渔权 你都没有没有办法替他们讲话 然后你又说要直通一个金夏大桥 我觉得大家会担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坦白说就是民众党在抢票 国民党你真的要非常警觉 这个未来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如果国民党要扣口 不知道 扣口还不知道 那边什么列选项 什么民进党党代表人提案 党代表因为各地方有这样提案 多如牛马 你去看我每一届全国党代表 那提案 那个陈堆 所以我意思说 有没有通过 那才是最重要嘛 对不对 今天郑运鹏 郑运鹏现在是民进党的党的干部 那民进党六年党团兼开机者位 郑运鹏说 这是柯文哲要选2024年的起手式 中国也提过金夏大桥 还是要盖高铁直通台湾 所以当时被认为天方夜谈 说不定柯文哲为了要选总统 也可能会跟着畅鹏说 未来会有两岸高铁 两岸铁路 这是他通往选举的政治大桥 等一下后来我们去讨论 先休息一下 市长会希望 您是2025年来开幕的市长吗 何事啊 侯市长 能力要能我 你能吗 我2025可能会当市长 被问到2025 新北共同争取的世界青壮运动会 侯友宜是否还用市长身份出席 敏感问题 侯宜直接装傻 两人一搭一唱好默契 柯文哲更在年底选政 释出友好直接表态 选举第一个要有候选人嘛 民众党是个小党 要有经费有组织有什么 所以也不太可能 每个地方都派候选人 这个新北市说要派市长候选人 这一条一直都没有 没有拿到台面上讨论 新北这一局民众党要让携 柯文哲可是展现最大词应 因为日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 才表态有高度兴趣 还称要和柯主席好好讨论 但传出柯文哲私下圈腿 蔡壁如 林可新北小鸡 没有母鸡站台辅选 也不想坏了跟侯友宜关系 能帮就帮 不过他有他自己的意愿要辅选嘛 我倒觉得是 才倒杂缸的倒杂缸嘛 没有我们也是 侯市长的医院 把我们柯市长管关心解 都不知道这事情 侯友宜帮不帮 四两拨千金 民众党柯文哲各现市参应咖 偏偏让出2022新北市长这一局 也被解读是为了两年之后 柯文哲心系的那一阵 新北市对于民众党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不希望民众党在双北的资源 跟能量分散 另外一个就是顾虑跟侯友宜的关系 毕竟2024年的时候 两个都合作 至少不要交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柯文哲 最主要的考量 任期剩下半年的柯文哲 筹备2024能量 而累积政治资本的2022这一阵 却对侯友宜眉来眼去 战刺算盘打的金 以退为进 要替民众党谋求最大利益 曾孕鹏说 把台湾的领土 跟中国厦门的领土 做了实体连结 国际上会有不同的看法 民主盟友也会有不同的见解 这不只是国内的疑虑而已 你如果是军生球的 你就说清楚 你如果认真 这个事情就不得了了 这个苏培要补充 我认为他就是为了 要抢这个风头 他为了抢风头 他要抢风头几个点 第一个是朱立伦去访美之后 讲出九二共识 是没有共识的公识 对柯文哲来讲 他浪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深蓝这个空间 所以他今天到金门去 想说我要盖金下大潮 向谁示意 向习近平示意 而且也送了一个礼物 给习近平当二十大的大理 解决他内部的 这个压力的问题 现在这个中美的 这个所有的压缩了习近平的空间 让习近平的二十大 充满了内部的挑战 现在柯文哲 送了一个大理给他 说未来我们如果 他当了总统之后 金下大潮要盖 对于来说二十大就有可能了 那柯文哲向习近平示好 也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双城论坛 我们每一年台北市政府都要举办双城论坛 每一次举办双城论坛之前 柯文哲都要向中国示好 所以我认为他这一个事情 也是在向中国示好 为了要办他卸任之前的双城论坛 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 李宏大哥刚刚所说的 网军这一个事情 对他来讲 他真的是洗不掉 因为太多的疑虑 包含他的态度 他过去那么讨厌网军 说网军跟名嘴治国一定会有报应 他现在府内有网军 他居然不查这件事情 他对他来讲 他伟大不掉 所以你看他一讲之后 大家不讨论网军了 全部在讨论金下大潮 所以我觉得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我要讲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时间点跟2016年 那时候在谈金下大潮 是完全不同的 2016年那时候 马英九弄了一个 所谓的假和平 假和平说 我们跟中国都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 原来中国对我们 是真的有善意的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反送中那时候 中国怎么对香港的 我们2016年 可以想象到这件事情吗 完全想象不到 所以那时候 陈建仁去到金门的时候 他讲说 金下大潮可以谈 是要两岸有诚意的协商 请问现在中国有诚意协商吗 根本没有啊 连我们的农产品 跟他讲说 我们都合格啊 你说不合格 到底理由在哪里 可不可以送来 他有讲吗 他完全不讲 不理你啊 那全部都是台湾的错吗 再来他的共机老台 他的军舰老台 这一件事情 未来如果我们惊吓大桥盖了 坦克车随时就给你开来 给你洗一下 金门人民到时候都成为漏主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不要开玩笑 另外柯文哲这个行为 根本就什么吴三桂 他就是柯三桂 金教为了他自己的位置 就是三桂 就是柯三桂 跪在那边拜托习近平 能够疼爱他 能够看到他 能够让他可以成为中国 中国国民党的之后的代理人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邪恶 然后另外 讲到柯文哲的行政效率 我就要笑一笑 台北市有一个叫做中山桥 中山桥被马英九拆掉之后 放在这个淡水河边 放十几年 柯文哲任内 连洞都没有洞 你连中山桥都搞不定 你告诉我 你要盖金下大桥 你两台北市市長 自己做的事情都做不好 你去管到国安事件 當時的中山桥 就是日本时代的明治桥 明治桥非常漂亮 他就是那时候 通過原山犯罪 那就是台湾神社 他把它切成很多 現在放在中山桥下 現在用蓬布蓋起來 風吹日 曬雨淋 他以前把我們承諾 說他要把它蓋起來 找地方要蓋起來 也不贏啊 他說他現在三米盆 要把他拿去丟掉 他說他要把他全部丟掉 沒有他說的 他說他想要求他全部丟掉 他說都是水泥塊 哪有什麼價值 這完全沒問題的人 然後台北市市長 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做不到 你去管到金下大橋 你去向習近平下跪 來來舔習近平的腳趾頭 有必要嗎 周兄 民進黨如果要用時空環境不同 要著視金飛 金釋著飛 都尊重 反正這個選民會判斷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看過去兩岸在三通的時候 民進黨的朋友 包含呂秀蓮前副總統 當時也說木馬屠城記 要是裡面武裝部隊都來 台北就守不住了 台灣就會被攻占了等等 我要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金下大橋 我並不想要幫柯文哲講話 而是金門人 我認為我所了解的金門 大部分人對於這個金門大橋 金下大橋是有期待的 那主要的原因 跟政治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主要還是什麼 民生經濟問題 大家要知道一年到廈門去 旅遊參觀 然後參加會展的 大概三千萬人次 如果能把那一些旅客 拉一點到金門來 金門會更加的繁榮 那所以說剛才廷文先生 我特別講 我一定要講這個部分 事實上有一些免稅店 到了這個金門去設店了 他也不是只有到金門 是其他離島都有 他們在當地為創造六七百個 在金門六七百個 這個工作機會 其實是互利的 並沒有說什麼 這個都是財團 通通把利益拿走 然後當地人沒有留下 這沒有 這跟事實完全不符 當然你說國安重不重要 我也認為重要 可是國安以外 譬如說兩岸通水 當時也是認為說 你看水會控制住 那你總有其他方法 譬如說我們是要備用的水源等等 那我會說這個事情絕對不會是是非 我覺得這個裡面有空間 你說要再協商 等兩岸環境再和緩一點 再來談都對 但是我覺得不需要 現在就馬上打收 你只要提金夏大小 就是吳三桂 就是舔共媚共 我覺得這個太政治化了 但是我感覺現在會國民黨比民眾黨比較保守 對 看一下 東星新聞說 陳玉珍說 客觀者主張說要建金夏大橋 事實上這也是我們金門人的盼望 事實上不管對金門的經濟發展客流 各方面都有幫助 所以我們支持在金夏大橋 來 那國民黨的主張是什麼 國民黨六人黨團總召 曾明中說 這涉及到國防 涉及到經濟 涉及到兩岸 我呼籲蔡政府審慎評估後 再做決定 這樣不是比民眾黨更保守 民眾站在你頭前 我簡單回應一下指責 其實我本來跟的想法跟指責是差不多 因為我沒有去過金門 所以我不曉得說就是說一般來講 免稅店在那邊 或者說財團進駐來講 提供當地就業機會 這很好 我本來也一開始這麼認為 後來我去年跑一趟金門 可不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去整個金門去繞過之後 我後來發現到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說財團化的這個東西來講 陸客進來之後賺了就可以財團 沒有錯 就大概六百多的人 或是說幾千個人 一兩千個人 但是對於當地的其他的一些 所有整體的這個 這個總體的這樣的經濟來講的話 你要去對比 這不是說只有那幾個人而已 你要看其他人有沒有同時間受益的一個問題 比如說為什麼二零一四年 俄羅斯拿下克里米亞之後 要建了一個橋叫做克里米亞大橋 這座克里米亞大橋 不就是京夏大橋嗎 他的目的在做什麼 他要讓這一個地方跟俄羅斯的依賴 整個全部都依賴俄羅斯的這個 比如說水電 糧食 所有東西 不然本來克里米亞所有的東西都是從赫爾松過來的 不是嗎 大家都在談赫爾松 為什麼俄羅斯要去佔赫爾松 因為赫爾松是管控著克里米亞的水跟電 還有一些糧食 就變成說兩邊的勢力在拉扯 如果今天來講 俄羅斯想說我這麼信心 我就不需要蓋這座大橋的時候 克里米亞就會歸我的 那這時候何必蓋那個大橋 對不對 所以蓋大橋的目的在幹嘛 當然不是單純只是為了經濟而已 他還有那個統戰的意涵在那裡面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為什麼京夏大橋 他就像克里米亞大橋一樣 那不然的話俄羅斯不需要蓋了 其實我覺得剛剛從子澤兄的談話 我就發現柯文哲成功了 你看子澤的看法就跟曾民中就不太一樣 所以代表國民黨裡面也有兩種不同的主張 那就柯文哲成功在於說他成功的 子澤比較站在柯文哲那一邊 對 他比較應該這樣 他比較認同柯文哲的說法 就認為金夏大橋是可以討論的 你認同金門人 換句話說國民黨是不認同金門人 沒有啦 他說尊重金門人 其實我跟你講金門人也不是多數都贊成金夏大橋 而且我必須要講 指責幾道一年到有三千萬人到廈門參加 會展 如果這三千萬人到金門來 請問金門能容納三千萬 我說部分 就是說你金門有什麼吸引到廈門參加會展的人 來來金門觀光 這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 臺灣的口題已經絕集很多年 我們都拔針絕集 說我們的豬肉可以外銷 可是你知道金門前幾年 還有口題牛 後來去做基因比對 曾經在臺灣流行的是O型 在金門的是A型 金門A型比對到哪 比對到廣東 請問口題意 那個牛難道他自己會從廣東飛到金門來嗎 當然不是嘛 有不孝頁的從中國走私牛到金門來 造成金門的牛得到口題意 所以金門牛如果很長一段時間 他沒辦法賣到臺灣來 那請問如果有驚嚇大橋的話 阿貝牛不用坐船 那對於金門的整體的衛生防疫公衛 其實影響會更大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通的話 他可能所造成可能是必大於利 那我再請教廣東飛翔 因為柯文哲有說這樣 他說 以後金門人直接去廣門就直接出國了 就不必再回松山了 這件事情 他到底要拿什麼護照出國 第一個這件事情金門人自己有金門機場 你把金門機場國際化不是很好嗎 你為什麼要一定要到祥安 再來你從祥安過去來講的話 第一個我們要先過關 先到那邊 然後從那邊再出關 我告訴你那個時間點 永遠會比說你金門機場國際化 對 沒錯 花更多時間 你不會反而比較便利 而且你還要去跟中國大陸那些一堆人 會塞在那邊 對不對 那邊人也是很多的 所以說不會見得對金門人會比較好 而且不見得會比較便利 要拿什麼護照 當然要拿這邊的護照 我們這邊的護照比較有可能 對 我們要不要生日 我們的護照 更不便 你更不便 因為那個太行政程序了 第一個 你過去要拿那個 台報證 台報證過去之後 你要在你身上還要藏護照 然後藏護照 因為你要出境 對不對 而且再來一件事情 你從中國大陸搬機 比如說你到日本去 他絕對會嚴格想查 對 柯文德講這個外行話 或從金門出去的到日本去的班機 他反而不會查 你反而更加不便 我跟你講 我覺得金門的朋友 很多應該很聰明 今天中國為什麼要統戰金門 是因為金門還在臺灣 如果今天金門變成是中國的一個縣的話 他理論不理你 你看今天香港都很清楚 香港一開始一國兩制 這個馬照跑 舞照跳 五十年不便 現在不到幾年 全部被一國一制了 所以我覺得金門真的要搞清楚 因為你今天在臺灣這邊 他才要統戰你 他才要跟你什麼通水 什麼通電 什麼通通氣 第二個 我說實在 解放 中國如果有誠意 就讓金門高粱酒賣到中國免稅 現在為什麼金門高粱到中國很貴 他用的是外國進口的稅 那為什麼他要保護他自己的 所以他們承認一邊一國就對了 對啊 外國進口 很奇怪 陳醫生他們到中國去 請他們把那個稅降下來 他就死不降 因為他要保護他自己的白酒 他要保護他的什麼五糧義這些 所以他每次說 驚嚇一家親 一家親嘴巴說一說 口惠實不治 那玉門兄 你怎麼看柯文哲今天喊要蓋金門大橋 其實他在 除了去講一個金門大橋 有被驚嚇到 蠻驚嚇的 就是說他是台北市長 那去金門他們是黨主席也沒有錯 你突然講一個這個牽涉到高度政治 甚至不要說兩岸 甚至國際政治的這個政見 這算政見了 那的確是 應該是太過了 那這個金下大橋 就說他不是突然的 一定是帶禮物來 我認為這個 我自己賣賣賣賣賣 你要蓋一個跨海大橋不容易 我相信他的那個經濟效應 一定不會滿足到他的建橋成本 所以這個政治大橋是他的二零二四的起手式 我第一次就要你蓋 但是國際在看這個金下大橋的時候 他是第一次台灣是島國 我們第一次有陸橋 有這個跨海大橋跟其他國家接壤 而且這個接壤就是中國 你想現在國際的氣氛跟關係 大家會對台灣作何感想 我想這個是柯文哲做的政治選擇 我一表態 我就是跟中國來接一個 那個青藏鐵路 台灣跟中國的青藏鐵路 趕快接下去了 那我都是不講國安問題 是說那你有沒有實質上的需要 我覺得可能有金門的朋友 他會覺得說這個對我來說很方便 不過他絕對不合 政治的意義大於經濟的效果 你覺得從親中的角度來看 柯文哲比國民黨親中 還是國民黨比較親中 我覺得柯文哲在搖擺 但是親中顯然 對他的判斷來說是有票 那個票應該會從國民黨來 但是他這個 他的親中 他後面又補一句 我覺得他是開玩笑 但是這不好笑 你說你為什麼不用 那個反攻大陸的方式 這個來思考這個議題 他如果說要反攻大陸 OK 那這條青藏鐵路 這條金夏大橋是倒過來 金門我們已經降低了 很高比例的駐軍 你現在說反攻大陸 大家把他當真 如果說中國當真 就是說你的軍隊要從這條橋來 他去之後就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把這種很高度的政治議題 很高度的兩岸議題 跟很高度專業的土木問題 他拿來跟聲鼠 所以我看他二零二四年的起手 是也不過而而 但是我倒是很希望柯文哲繼續解釋 你對兩岸關係 你透過這橋橋之外 你還有什麼別的 那你的用意是什麼 你真的把他當作反攻大陸 還是認為說 我這是一個民生工程而已 那民生工程 你在其他國家眼裡這樣看 那國人還有一些疑慮 國安疑慮 那你怎麼解釋 還說比較多 他要去美國 人家也會很好奇 這金夏大橋不是什麼新的概念 十幾年前其實金門縣政府 就評估過了 後來因為廈門那邊 的確也發展很快 變化很快 那所以這個東西你真的要蓋 是政府一個很大的投資 計較五百億 五百億 絕對以通車來說是划不算 經濟效益是沒有的 是小的 不是說沒有 不會回本 但是政治上可能柯文哲 已經賺了一個資本額了 那如果真的要去 台灣都不用出錢都沒關係 如果真的要去 共會就給他去 他一千億也要去 這對於政治價值哪裡是五百億千億 重點就如政委員講 這是政治大橋 這不是金夏大橋 所以要從政治觀點來看 那顯然這個真的是 柯文哲總統起手勢 但是博文 大家都說 阿公的建車開我的金門 那可是老實講 他要占領金門也很簡單 其實我們這幾年 我們這幾年已經長期來講 金門已經非軍事化很久 我們就是不希望變成金門 好像淪落什麼兩岸的敵對 或者兩岸的一個什麼 軍事的攤頭寶 可是我覺得今天柯文哲 講這樣的話 會讓國際間有一些誤解 尤其他又是洞見觀戰的首都市長 所以我覺得其實柯文哲 為了他個人的這個政治聲量 坦白講 我覺得是把金門人的前途 在當遊戲 是 好 那等一下我們再看 談到臺北市 這個是這個黃珊珊 副市長 他六月十九月的時候 那麼這個去視察到萬華 他後面就對民眾黨的候選人 市議員候選人 他這個在參加活動的時候 民眾黨的市議員候選人就在他後面 然後發傳單 這個是黃珊珊 他呢在松山的峽海城隍廟發送快賽試劑 後面站的就是民眾黨的市議員候選人 這個是黃珊珊 他在視察的時候 後面就是民眾黨的市議員候選人 這個是黃珊珊 旁邊他在這個辦活動的時候 旁邊就是民眾黨的市議員候選人 這個是黃珊珊 他在參加公益路跑 旁邊就是民眾黨的市議員候選人 所以呢 非常被嚴厲的批評 他是一個行政非常不中立的人 他今天竟然講的說 你們不要每天想著選舉 請問大家聽得懂嗎 這個是什麼樣的人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認識 來先休息進廣告